今天凌晨在臺中發生了酒駕案件 當時一名女駕駛酒後開車上路 糾纖在市府路擦撞一臺車 接著又在三名路上失控 撞上停放在路旁的兩臺車 幸好是沒有造成無辜民眾受害 不過無獨有偶 日前在臺六線的苗栗路段 也發生了自撞車禍 當時是駕駛過彎時候車速太快 就直接撞斷路旁電線桿 幸好這一名駕駛只受到輕傷 白色小客車高速過彎 卻失控撞飛 沿著切線撞上電線桿 電線桿應聲折斷 現場瞬間爆出大量白煙 你出來看到狀況怎樣 狀況不太對勁 對勁都給它拉斷地 事件發生在臺六線苗栗路段 十五日傍晚下班時間 電線拉著電線桿橫躺在車道上 石頭碎片 汽車零件噴得滿地都是 封閉車道警方到場指揮 小客車最後衝上分隔島 車頭內夭全匯 還有零件飛到對象車道 只好當時電線桿被折斷時 周遭沒有汽車或機車騎士 不然被這重達好幾公斤的水量砸下來 後果不堪設想 同樣的實況車禍也發生在台中市區 路口監視器拍下 小客車開到路口時突然向右偏 撞到停放在三明路上的兩輛車子 被撞的白色休旅車被頂上人行道 車尾板形碎裂 前門撞凹還留下刮痕 甚至還有零件掉落 損壞較嚴重 另外駕駛在撞上這兩輛車之前 疑似還在市府路擦撞路邊停放的另一輛車 到場處理發現這位駕駛酒測值0.25超標 除了要賠償損壞外 還要依公共危險罪移送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